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9年我的年度爱用品 今天日期才10月22号而已 那为什么会这么早录视频呢 因为一般年底的时间我都会在国内的家里 然后回国的时候我其实只带很少量的化妆品回去 所以就不太好拍这个年度爱用品 去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没有拍 但是还是蛮多朋友说想看年度爱用品的 这支视频我就提早一点拍 但我还是会把它放在年底的时候上传 我自己的话呢是天秤座的 天秤座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我尽量每个类别都选出了一样我最喜欢的 有些类别我实在是无法抉择的话呢 我就选了两样 今天整个脸上的妆容呢 都是用这些年度爱用品上脸画的 底妆的部分呢我自己是买的比较少的 我比较倾向于买少一点但是好一点的底妆品 妆前乳的话我今年最喜欢的是 娇蓝的这瓶金钻 这罐真的是特别的水润清爽 而且我自己虽然是油皮啊 但我觉得这款应该干皮的朋友也会非常喜欢 它特别水润清爽 好推刊 磨起来根本就不像一个妆前乳 像是一个精华的那种质地 然后香香的可以增加后续底妆的一个水润感跟服贴度 但它是这种透明质地吧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修饰效果 也没有任何填补毛孔的效果 非常容易出油的那种皮肤 这款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你 如果是非常容易出油的朋友 我觉得还是买一款更控油一点的妆前 会比较对正吧 这款的话呢 我觉得干皮 大干皮 然后中性跟到混油皮 都是可以用的 接下来是粉底液的部分 粉底液的话 今年的第一名也是娇蓝 我是活像一个娇蓝拖啊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款粉底 它是非常自然 这款粉底液呢 就是非常清爽水润 好推开 你看它这个推就是非常非常好推 它不是那种奶油肌的光泽感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水光感 很多那种水润款的粉底 遮瑕力就会非常的弱嘛 但我觉得这款粉底的遮瑕力是OK的 大概有个六七成 至少有一个中度遮瑕吧 我觉得遮瑕力是不差的 而且它是那种可以堆叠的遮瑕 就是如果你一层上上去 觉得遮得不好 你可以再反复叠加 那个遮瑕力会比较好 这款啊也是不太挑皮肤的 因为它不是油润的那种 它是水润的那种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喜欢这种 很清爽又水润的粉底吧 遮瑕膏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支 CPB的这个管状的遮瑕膏 这支我已经快用完了 你看 只用到只剩这么一点点了 就是马上就要用完了 然后我这支是旧版的 然后我已经马上 囤了一支新的 新的这个啊 包装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旧的 然后这个是新的 新的它这个 有点做了这种切割的面的感觉 我感觉好像比旧款更漂亮一些 它真的很好用 像我的话一般 鼻翼嘴角 然后痘印什么的都可以遮 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遮眼下 会有一点点干 但其实我是不怎么遮眼下的 如果是夏天特别热的话 我有时候会带着它一起出门 也非常方便 夏天有点脱妆的话 就拿这个遮瑕膏 在脱妆的地方稍微的点几下 然后拿手指把它稍微拍开 再拿粉柄压两下 这个妆效就又很完美无瑕了 我有个混干皮的朋友 也还蛮喜欢这支的 但是如果大干皮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太干 再接下来就是蜜粉的部分 蜜粉的话 今年最爱用的是 季凡希的这个四色的蜜粉 为什么今年我是更喜欢 季凡希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光泽感比较好看 一大饼这块呢 我觉得更适合夏天 以及喜欢雾面妆感 这一块一上上去呢 整个皮肤就会变成非常哑光 雾面的状况 而且持妆力会非常的厉害 如果夏天我要在外面待一整天 然后可能很热很热的状况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块 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 我自己更喜欢光泽感一点的底妆妆效 这款粉呢 就更轻透一点 它不会盖掉你的粉底本身的那个光泽感 能够保留下来 所以上上去呢 皮肤的这个光泽感会比较好 持妆力我觉得也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眼妆的部分吧 眼影盘的话 我把它分成大的多色眼影盘 和小的就是四色的那种眼影盘 那我今年最喜欢的大的眼影盘呢 就是这一款 Huda Beauty的玫瑰盘 选它的原因就是 它的综合得分是最高的 从配色到质地到包装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欢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粉色系跟红色系 还有紫色系一点的眼影 然后像什么橘色系啊 大地色这种我就不甚有兴趣 这一盘的配色呢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粉棕色调 它这里面不光有很多日常的大地色系 然后也有很多这种鲜一点点的粉色系啊 有一点带红色感觉的 然后这一排珠光细闪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今天眼睛上就用这个画的 你看我卧台上这个多亮啊 我觉得超级好看的 这一盘的亚光粉质是会飞粉的 如果你用刷子沾的话 它是会飞的 但是虽然飞粉 但它很好晕染 我觉得只要画起来是舒服的 好晕染的话 我是不太介意飞粉的 它的包装呢也不是特别重 镜子也够大 它出去旅游啊 或者是出差什么的 也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价位也还好 不是特别贵 不是特别离谱吧 综合来讲 今年这一盘在我心中的得分是最高的 当时跟这一盘纠结的呢 我也稍微讲一下吧 有两个 一个是呢 它上来这个日出盘 这个包装啊 我自己更喜欢 我觉得这个包装超好看的 然后镜子也很大 然后手感会更好一点 然后配色其实也很可爱 它这里面其实橘色调跟黄色调的颜色 相对来讲偏多了一点 我自己可能还是更喜欢粉粉的红红的颜色 但如果你喜欢这个配色的话 这盘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就也是很好的一盘眼影 而且这盘的哑光粉质 我觉得更好一点 就是飞粉的程度比较少 对 然后这盘也是很不错 再来我还纠结了 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小猪盘 其实这盘我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里面就也是这种粉棕的配色 没有选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配色的色系 稍微单调了一点 它这个就完完全全是一个粉色系的盘子 就是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吧 但是单从一个粉色盘来讲 我觉得这盘还蛮不错的 就画起来是好看的 然后又很便宜嘛 接下来是小的四色眼影盘 这个部分我实在无法抉择 我挑了三盘眼影来讲 然后 对 第一个呢就是很推荐学生党 或者是上班族来画一盘眼影 非常日常 而且很便宜的 就是这个Excel的色号史SR06 这个颜色 它里面的配色是这样子的 四色的话比较少 我可以刷色给大家看 这个粉质超级好 就是糯糯的那种啊 完全不会觉得干或者色 它的配色是这样子的 都是有一些细微的珠光感 但是完全不会显眼睛肿 它这个配色啊 不是那种特别粉的粉棕色 我觉得是带有一点蜜桃感的那种棕 如果我今天急着出门 大概只有十分钟化妆 随便抓一盘 我可能就会抓这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之快 完全都用不着刷子 就用手跟它里面附的 这个海绵头来画 轻轻松松就能画好 用这个颜色打底 就手指头涂在整个眼窝上 然后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从后往前推 晕染一下后面的部分 然后你画完眼线之后 拿这个最深的棕色 把眼线这条稍微的晕染一下 然后这个白色 打亮眼头跟卧残就好了 超级快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日系清淡日常挂的眼妆啊 真的就看一下 他们家的四色眼影 我觉得还蛮值得买的 再来接下来一个 就是苏库的这盘幻光线 对没错 又是一个粉棕色的盘 这盘其实也挺日常的 但是在日常的基础上 稍微增加了一点 女孩子的甜美度 跟那个粉嫩度 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看的 一个粉棕盘 它的配色啊 是这样子的 像这种粉棕色盘 其实最怕的就是 粉色做的非常的俗气 但是这盘的粉色 虽然是很粉 但是上眼呢 完全不俗气 然后这格绿色也是非常的妙 就拿来打眼头 或者是画在眼下 就是卧残的位置 都很妙 就莫名有一种 清新甜美的感觉 如果你喜欢这种 比较日系的 清新甜美的妆容呢 那么这一盘就非常的适合你 再接下来一个 就是最近的新虫 Tamford这盘 23号African Violet 这盘也非常的好看 这盘算是有点 把我重新拉回 Tamford坑里面 对 然后这盘的配色很妙 很好看 我觉得它的这个配色 实际涂出来 比它在盘子里的样子 要好看很多 然后Tamford这粉质 是真的非常的好暈染 哑光画起来超级舒服 这个闪片就是又有存在感 但是又不会俗气 看起来很高级的那种闪片 所以接下来 我把这些织状的产品讲一下 眉毛的产品 我今天最喜欢的是 直尊秀的这个眉笔 它画起来就是 我觉得还挺自然 然后好上色 也比较持久 然后这个笔形 应该是这种砍刀的嘛 就是画起来也比较顺手 然后也不容易结块啊 或者是掉色什么的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颜色比较自然 不会死板 对 但是我觉得唯一的缺点 就是太贵了 这个眉笔还挺贵的 然后眼线笔的话 我最近几年 一直用的都是 Bubby Brown的这一款 颜色我买的是深棕色 然后我觉得它画起来 还挺顺滑好画的 对 就是挺顺滑 挺好画的 然后颜色也还比较自然 但是又不会让眼睛没有精神 我自己用这支眼线笔啊 不用上任何的眼部打底啊什么 也从来没有晕染过 我觉得跟我还蛮合适的 但是我有看到有朋友说 用这支会晕染什么的 所以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肤质有些差别吧 我自己用这支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眼线液笔的话 比较推荐就是Love Liner 这个牌子 眼尖就是很细 然后出水又很顺畅的那种 然后价格好像也不会吧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开价牌子 应该 反正也还挺便宜 然后颜色也还挺多的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 好 再接下来就到面部的彩妆部分啦 面部的彩妆部分 我们首先就来先讲 先来讲修容吧 修容的话呢 其实我过去几年一直用的 都是KA的这个 Medium色号 今年它被Sharry Tilbury的 这个Light Gasm给打败了 我今年最喜欢的修容是 Light Gasm里面的这一块 今天的这个鼻子 还有侧面这个修容 都是用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比 Medium在我脸上的颜色 会更自然一点 KA的这个Medium啊 其实颜色是会有点深的 其实我之前自己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颜色对我来说 可能深了一点 我是拍视频之后 有观众跟我讲说 我鼻影太重了 就看起来鼻子黑黑的 然后我才发现这个 可能对我来说色号深了一点 上了Tuber的这个 我就很喜欢这里面的色号了 就我觉得它修我的鼻子 我现在鼻子应该 不是特别黑吧 K的这个飞粉还蛮严重的 然后这个就是粉压 特别实 这个一整盘的东西 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最近就一直用 可以看到我每支视频都在用 对就是很喜欢 这个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的皮肤 不是健康色 就比较白皙的那种 应该用这盘都还挺合适的 我觉得它的包装也很好看呀 而且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了 就带出去旅行啊什么的 也都还蛮方便的 高光的话 虽然这里面的高光 也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综合下来 我自己更喜欢的高光 是Bobbi Brown的这一块 Pink Glow 就是这一块 它就好像有 就它五花肉高光吧 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个高光 它这块就是让皮肤 可以看着很亮 很细腻 看起来皮肤超级好的那种 然后不显毛孔 不突兀 颜色不奇怪 我觉得完全不挑皮肤 不管你是深一点的皮肤 还是浅一点的皮肤 用它都超级好看的 够亮 但是很细腻 很好看 然后完全不会有油光感的那种 包括拍照 它的存在感都很强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 买高光的人 一定不能少了这一块 然后是腮红的部分 今年的最爱腮红 是苏库的这两块 今天在脸上的这一块 是苏库的这个07号 它是比较粉一点的 我觉得这款比较百搭 就是任何肤色也都可以用 这个腮红的粉质啊 特别细腻 特别的透 然后少女感很重 但是又不会土 这个是08号 叫陶尘 如果你喜欢橘色系的腮红 可以买这一块 这块也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刷子 也还蛮好用的 很多腮红啊 自带的刷子都超难用 然后它里面这块刷子 我觉得是可以拿来用的 承高的话 我也算是比较难以抉择 然后选了这两只 然后今天在嘴唇上的呢 是Pat Nagras他们家的 这一只色号叫Flash 5 他们家的哑光唇膏啊 真的绝了 如果你喜欢哑光唇膏的话 一定一定不要错过 他们家的哑光唇膏 超级顺滑 好涂 然后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显纯文版 这个颜色你看 谁涂不好看呢 这个颜色谁涂不好看 我觉得谁涂应该都很好看吧 偏红一点点的豆沙棕吧 我觉得是一个刚刚好的颜色 就超级的显白 显白然后又很有气色的那种 这个我觉得唯一我不太喜欢的是 这个包装 这个嘴唇造型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迷 对 这个造型我不太喜欢 但质感是蛮好 它还蛮重的 有分量 然后开盒啊什么 也都很顺畅 是蛮有质感的 就 就这个 然后再来另一只呢 就是Town4 这个是16号 16号这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它这只应该是网红色号吧 是比较番茄红的这一只 这一只啊春夏吐就是绝杀 真的就是绝杀 我夏天就超级爱吐这一只 因为真的太有夏日感 太有活力了 涂上这只 你就夏日小可爱 就小番茄那种 虽然是有光泽的唇膏 但是持久度很好 不太容易掉 如果说秋冬 我比较喜欢这一只的话 我觉得春夏 我更喜欢这一只 就吐起来真的太有活力了 虽然它们都是黑金的包装设计 但我觉得Town4 这个比较好看 就更简单 大气 上档次的感觉 然后今年最喜欢的唇釉 是这个 Armani的这个是206 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写着秋天 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枫叶红 涂开其实还好 如果是薄擦的话 不会很重口味的 而且使用感 我觉得是很好的 涂起来非常的顺滑 就像拿一块融化的奶油 在嘴上涂的感觉 然后显唇纹的程度 也还可以 不是很严重 然后不会让嘴唇就是拔干啊 起皮啊什么的 而且也非常的持久 所以我觉得亚光唇釉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唇釉 然后最后的一个唇部产品呢 就是亮面的唇蜜 唇蜜我今年最喜欢的就是 Fenty Beauty的这个唇蜜 他们家这个唇蜜啊 超好看的 你看它就是 这个唇蜜我觉得超好看的 它里面有很精致的那种细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也非常的百搭好看 别大部分的唇膏都会非常好看 会带有一点点去掉的感觉 然后这个唇蜜呢 味道很香 太飞糖的那个味道 作为唇蜜呢 它肯定是会有点黏的 但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那种 而且有瞬间封唇的那个效果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2019年的一些年度按用品 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重合的部分呢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非常感谢大家在2019年 对我的支持鼓励 还有陪伴 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都平安喜乐 事事顺心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